一回头,发现暑假班的同学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是什么体验? 安妮和哈利原本是双胞胎,但父母在他们出生后不久便离婚了, 母亲带着安妮生活在伦敦,而父亲,所以为哈利住在美国加州。 这么多年来,两个女孩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双胞胎姐妹, 但心意相通的父母却把他们送去了同一个夏令营。 姐妹俩虽然是一母同胞,但不同的生活环境也造就了她们不同的性格特征。 长发的姐姐安妮端庄聪慧,短发的妹妹哈利开朗机灵。 然而这一天,不知情的姐妹俩在基金课上鄙视起来了, 哈利不敌安妮最终被击败落水,她内心十分不服, 说出来的话自然不好听,两个女孩就此结下了梁子。 安妮游泳的时候,哈利偷偷抱走了她的衣服, 但第二天,哈利就看到自己的床被搬到了屋顶上。 哈利咽不下这口气,当天晚上带着几个小姐妹在安妮房间设计了满满的陷阱。 隔天早上,安妮起床,房间里拼命胖胖砸个不停。 哈利偷偷在门外看着,笑开了花。 可人算不如天算,管理老师恰好在此刻前来查房。 哈利虽然百般阻拦,但老师最后还是遭了殃。 她一个剑步冲进房内,触发了房顶的开关。 安妮的房子瞬间下起了漫天大雪。 老师不有分说将哈利和安妮一起关进了金闭室。 这一关,恰好给了姐妹俩独处的机会。 很快,她们就放下了之前的恩怨,彼此聊了起来。 聊着聊着,她们发现了很多奇妙的地方。 比如,姐妹俩实际相似,都对草莓过敏,都喜欢用奥利奥章花生酱。 不仅如此,她们还发现,两人的生日竟然在同一天。 而安妮从小没有爸爸,哈利从小没有妈妈。 这些巧合简直匪夷所思。 直到她们拿出了珍藏的半张父母婚纱照, 结果照片颜色和缝都拼在了一起。 姐妹俩这一台明白,她们竟然是失散多年的双胞胎。 晚上睡在床上,姐妹俩交换着父母的境况。 巧的是,她们都还没有再婚。 鉴于两姐妹都对没见过的父母非常好奇, 心里鬼哈利想到一个好主意。 而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 把她们交换回来的时候,父母也一定会再相见, 到时候说不定可以就行复然。 为了实现她们的计划,姐妹俩开始互相模仿, 介绍彼此的家庭成员女生会习惯, 安妮甚至为此剪掉了宗妮的长发。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哈利有耳洞,而安妮也没有。 用冰块敷着耳锤,点燃火柴将银针消毒, 再拿掉冰块,换成苹果垫在下面。 随着安妮一声尖叫,一个耳洞顺利完成。 这一下,安妮和哈利在外表上就再没有任何区别。 随着夏丽营的结束, 两个女孩的计划正式开启。 机场里,管家来接哈利回家, 幸好她已经将打招呼的方式牢记在心。 这是哈利第一次来伦敦, 周围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很新奇。 但当车子慢慢接近安妮一家时, 她开始变得紧张。 哈利最先见到的人是外公, 外公亲切地将她搂进怀里。 哈利趁机使劲闻着外公身上薄荷烟草的味道, 因为她想象这个味道一辈子记在心里。 接着,妈妈从楼上下来。 这是哈利第一次见到她, 她扑过去紧紧抱着妈妈。 第二天,哈利穿着小西装跟着妈妈一起去工作。 妈妈是个很有名的婚礼设计师, 看着她在工作场上从容自信的样子, 哈利对妈妈充满了崇拜。 但安妮那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她时不时会从嘴里蹦出几个成语, 这种说话的方式很不符合哈利的风格。 另外,家里的狗狗一劲地冲她乱叫, 弄得她非常不安。 最重要的是,她发现爸爸最近有了个新女友。 据保姆介绍, 这个女人只是为了爸爸的钱。 安妮立马给哈利打电话上一队子, 谁知哈利沉浸在与母亲重逢的喜悦中, 根本无心管她, 安妮只能自己想办法。 她故意对新女友说老爸花心, 还将水欠在她身上, 可新女友是冲着钱来的, 对这些根本不在意。 过了几天, 老爸居然向安妮宣布了她和新女友的婚讯。 一时之间, 安妮难以接受。 为了新嫂结婚障碍, 新女友特意找到安妮。 这一次, 她不再伪装。 OK, puss。 You listen and you listen good. I am marrying your father in two weeks,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安妮急着再次给哈利打出电话。 哈利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但当她从电话停出来, 外公居然等在这里。 原来, 她和管家早就发现了哈利不对劲, 但她不仅没有责怪哈利, 反而是鼓励她, 将事实真想说出来。 哈利知道, 此时再也不能拖延, 于是将妈妈坦白了整个计划。 妈妈将她紧紧搂在怀里。 为了将姐妹俩换回来, 妈妈决定亲自去加州一趟。 但一小都要见的爸爸, 她紧张得手足无措。 原来这些年, 她一直对这栋感情捏捏不忘。 然而第二天, 当她出现在加州的酒店时, 正好撞见爸爸, 在跟新女友亲亲我我。 男人找了个新女友, 两人正抱在一起的时候, 前妻突然出现在眼前。 为了撞胆, 妈妈在车上干完了一整瓶啤酒。 可一到酒店, 她就看见爸爸正和其他女人在一起, 妈妈的酒瞬间清洗了大半。 她从爸爸的反应推测, 两姐妹根本没有将她要来的事情通知爸爸。 而爸爸这边, 自从看到妈妈之后, 心思就全部被她吸引, 只顾着朝她走来, 一不小心摔进了泳池里。 她狼狈不堪地爬上来, 还不忘帅气地理理自己的头发。 两姐妹终于同时出现在她眼前, 并将事实真相告诉了她。 一家人正是其乐融融融的时候, 新女友的一声叫喊, 让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 但两姐妹并不在意那么多, 当天晚上, 她们就在一艘游艇上安排了烛逛晚餐。 这正是爸爸妈妈相遇时的场景。 转眼过去了十年, 她们都实现了当初的梦想, 妈妈成了一名出色的婚纱设计师, 而爸爸拥有了一间酒庄, 只是当时的人已经不在身边。 分开的理由也很简单, 妈妈赌气地离开, 而爸爸赌气地没有去追, 于是年轻的小夫妻从此一别墅十年。 很快妈妈就要带着阿尼返回伦敦了, 可两姐妹不甘心就这样放弃, 于是他们穿得一模一样, 让爸爸妈妈根本分不清 谁才是阿尼, 谁才是哈利。 要想带他们走, 唯一的方法就是答应他们的条件。 姐妹俩的条件很简单, 他们一家四口来一次为期三天的爬山之旅。 他们相信只要创造独处的机会, 爸爸妈妈就有可能救情复燃, 可就在出发的时候突然有了变故, 妈妈将爬山的机会让给了新女友。 新女友其实一点也不喜欢爬山, 但架不住妈妈的激将法, 最终还是跟着一起去了。 果然, 不但半小时, 她却锁不动了。 而她越是锁不动, 姐妹俩就越是往她包里, 偷偷塞满了石头。 同时, 还将新女友最怕的心意放到了她头上。 到了晚上, 姐妹俩趁着爸爸和新女友睡着时, 悄悄将新女友从帐篷中运出来, 然后拖到河边, 轻轻一推, 新女友就这样在水面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 一只鹦鹉将新女友吵醒, 她吓得手舞足蹈, 但喊着爸爸的名字, 最后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 从河里出来后, 新女友终于彻底爆发了, 她只问了爸爸一个致命的问题。 这样显而易见的答案, 最终把新女友气跑了。 爬山之旅结束后, 爸爸似乎意识到自己还对妈妈救情难忘, 她将妈妈带到了她的酒装, 把自己收藏的美酒一一展示给她看。 其中一瓶叫美梦无止境的酒吸引了妈妈的注意, 而爸爸告诉她, 这就是当年他们在婚礼上喝的酒, 气氛渐渐开始暧昧起来, 就当他们彼此忘情靠近的时候, 一束车灯打破了此刻的美好, 两个瞬间被拉回了现实, 一次绝佳的机会就这样错过。 妈妈终于下定决心, 要和安妮一起回去了。 分别的时候, 明明彼此都很不舍, 挽留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就这样, 妈妈和安妮的车消失在雨雾中, 而车上, 妈妈和安妮的心情同样也很低落。 等回到了伦敦, 妈妈去厨房跟外公打招呼, 谁知先开报纸, 后面坐的竟然是哈利。 这时, Bob也走了出来。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家四口因为误会而分离, 兜兜转转, 又因为误会重新相聚。 作为一部清喜剧, 影片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 情节饱满生动, 故事浑然天成, 女主一人分两角, 将两种不同的人物性格演绎得都很出色, 堪称一部老上建议的佳片。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看看原片哦。